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做暗之居 这天男主小明收到了一条短信是朋友发过来的 朋友说他因为出差一段时间想让小明在这期间去他家帮忙签收一件重要的快递 这样一条普通的请求似乎没有什么不答应的理由 由于没有明确的时间 从这天开始小明就守在了朋友家 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吃喝喝等着快递的到来 但是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快递送上门 小明想询问朋友是不是弄错了 或许快递并不会在这期间送到 电话还没拨出去送快递的人就按响了门铃 小明签收之后通知朋友已经拿到了快递 然而让小明想不到的是朋友几乎是秒回了他的信息 朋友在回信中写道他爸还需要小明在自己家暂住几天 因为陆陆续续还会有几个快递过来 小明心想自己最近也没有什么事情 继续在朋友家多住几天也无妨 第二天傍晚下起了雨 几乎与昨天同样的时间快递员又上门按了门铃 几乎是和昨天同样的情形同样的对话 签收快递之后 男主向快递员道谢 然而快递员却像没有听到一样离开了 小明把快递放在一起 想打电话通知朋友 只是电话并没有打通 随后小明向楼下看去 直接快递员遮冒着雨站在楼下看着自己 心慌意乱之中 小明下意识的又拨通了朋友的电话 然而这次一个快递包裹中却传出来了嗡嗡的手机声 与此同时还有摩擦箱子的声音 没过几秒之后朋友的电话接通了 小明慌张的询问朋友何时回来 朋友却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这句话让小明把目光再次投到了箱子上面 看着这个包裹 他惊恐万分 并且电话里还响起了快递员的声音 快递员称 剩余的包裹全部都给您送来了 慢慢的快递包裹盒子里渗出了血迹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很明显小明的朋友早就死了 为了能回家 朋友主动将自己分尸 然后打包起来 让快递员寄给朋友先生